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油然升起敬佩之心 但为数不多的闻戏却给紧张的救援故事 带来了更厚重的温度 今天救援里只有20分钟戏份的她 赚取了观众最多的眼泪 她就是饰演张红的韩雪张红是消防员队长赵应奇的未婚妻 身份是普普通通的老师 因为未婚妇的职业 对铃声产生了心理阴影 在消防员心目中 锦铃就是使命的召唤 无论自己在做什么 吃饭或是休息 铃声一想就要放下一切 立刻枕装出发 然而消防救援充满着各种未知的危险 除了救火之外 高空救援 车祸现场 化工品爆炸泄漏等等 每一次都在考验他们的反应速度和专业技能 据统计这些年牺牲在救援现场的消防员 平均年龄才28岁 冰冷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痛苦的家庭 在这样的状况下 消防员的家属承担了多大的心理压力 可想而知 韩雪在片中有这么三个很细节的片段 口红两个人的工作都很忙 张红瞅准时机去送饭给未婚夫 临行前特意涂了口红 被学生问道时 表面装作若无其事 转头掩饰修男的微笑 那种为人式表 强装严肃的神情 很生活化 同时也表达了两个人见一面很不容易的背景 见到男友时 谁知道男友只顾着夸饭菜这肉好啊 压根就没看他特意化过妆的脸 这时候韩雪表现出来的失落 让人不由地替他心酸 铃声张红正在和赵应奇讨论结婚的事情 却被对方的工作电话打断 他很生气 却又没有理由生气 毕竟是工作上的电话不能耽误 只好埋头吃饭掩饰自己的委屈 生活化的演绎 自然流畅 很容易让观众共情 赵应奇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不会有事 却让张红觉得他太不把自己当回事 不理解自己的担心 两人正在争吵的时候 铃声响起 他顿时惊恐抬头 是魂落魄的分辨声音来源 一个小动作就让人瞬间带入到了他的情绪当中 也理解了他为何迟迟不敢结婚 天台一场大火 张红和学生们被困在了天台上 他很害怕 但更想护孩子们周全 然而在这种境地下 他根本没有能力带他们逃离 只能拼命地安慰孩子 别怕 消防员会来的 很快会来的 韩雪眼中的惊恐和期盼 将这个人物的心境彻底升华 从没有任何时候 他会像现在这样 急切地盼望英雄们从天而降 解救他们 从消防员家属到被困人员 身份的转变促使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未婚夫工作的伟大之处 劫后余生的他 决定和未婚夫共同承担 做他坚实的后盾 这些戏份全部加起来 也不过20分钟 却在各种大场面中 从另一个角度 深刻反映了消防员这门工种的特殊性 这部戏可以说是一部男人戏 女性角色的出场都是非常少的 在铺天盖地的宣发里 基本都是男演员为主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片中 倾尽全力的角色演绎 看过电影的观众 都对他饰演的角色产生了共情 这就是演技的魔力 在韩雪过往的作品中 他不是第一次饰演以男性为主的戏 印象令人深刻的 还有和张鲁伊 念远合作的《前行者》 虽说是双男主戏 但全程被他饰演的路易吸引 演戏和情感完全到位 每次都会给人心的惊喜 这对于演员来说 其实是很棒的从艺经历 观众不会因为频繁刷到同一张脸 而感到厌烦 此次在《今天救援》里 他的表现就可见一斑 以有限的戏份 演出极限的张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